作词 李宗盛 静静欣赏 滤镜中鼓光 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需要懂得 调色不光 我想手牵手 站在你的身旁 看穿时间说的谎 拆掉阻挡在思维里的墙 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 需要直到保持清爽 拥挤的街巷 时光匆忙 影子摇晃 路灯微凉 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小日子还长 想一起牵手去远方 周宇 这地方是我的 就咱俩 我觉得挺严肃的 什么事说吧 如果你不能和你前夫复婚 你还会跟别人结婚吗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还会跟别人结婚吗 就这事 十万有结 这是我的隐私 跟你无关 那这关乎到我们的业务 你得说 行 你听好了 我不打算再结婚 我就带着我女儿 做一个快乐的单身妈妈 好 姑母里小姐 我尊重你不想结婚的选择 但你没说不谈恋爱 所以我和你 可以谈个恋爱 我说过我喜欢年纪大的 带个娃 我更开心 你有病吧 我是认真的 那我告诉你 咱们俩绝无可能 牟莉 你别看我年轻 但我不冲动 我凡事都讲求性价比 当然 被老爷骗的那一次不算 我上一次 让你帮我赶走星星 其实 我是想找个机会接近你 你的成熟 这种机智 真的让我很着迷 你起码得给我个机会 对吧 你呢 离我远点 能滚多远 滚多远 牟莉 你考虑一下 我年轻 帅气 健康又活得长 那家里也挺有钱的 事业嘛 你也看到了 虽然目前做得不大 但未来肯定发达 我再说一遍 我跟你绝无可能 开玩笑得有边界 你要再敢跟我提这事 别怪我跟你翻点 早晚搞定你 你要干网约车 就当个过渡呗 这不到月底了嘛 总得还房贷 总得还房贷啊 你要是缺钱的话 你跟我说呀 不 我不是缺钱 你也知道的 哥 男人到了这个岁数了 不能停 停下来就意味着 要重新开始 那你就没再想想办法 你一直在大厂待着 人脉资源你应该不缺吧 你指望大厂那些人 他们能雪中送贪呢 一有事跑得比谁都快 你看你这混的呀 你爸你妈还不知道吧 我妈如果知道这事 能气出病来 我爸如果知道这事 能把我从家族里出名了 这我相信 二姨父能干出来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了 为什么好多中年男人 即便被骂得狗血淋头 都不敢离职 在现实面前 自己什么情绪 什么态度 不重要 没人关系 很多人跟我说 你看开些呀 我是可以看得开呀 我家里人能看得开吗 中年男人就好像是一艘船 船壳一沉 船上的人怎么办 你也别着急了 工作上没事 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不不 大哥 你不要麻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我也觉得在这个时候 不适合着急去做选择 我应该让自己冷静冷静 你现在这个情况 茉莉那边 总不能一直僵着吧 我现在 我都没什么资格 去打扰她了 能不拖累她 是我一能做的事 据说 现在在大街上 随便挑一个人出来 他都能跟你说 自己有一堆的压力 但我们每个人 都有解决压力的办法 比如我呢 我就画画了 静草呢 她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压力 不对 应该这么说 她有压力 她也不反抗 不宣泄 不发疯 她总是这么安安静静 不声不响地给扛过去 但生活 总有例外 这一次 她有压力了 她的压力 不是来源于工作 而是来自于我 我倒要看一看 这一次 她是怎么不声不响地 把我给扛过去 儿子 妈给你装包子呢 你等会儿啊 儿子 那个 你没吃早饭呢 以前专家都说了 不吃早饭容易得胆 不吃早饭 这好孩子 朱先生 麻烦你再体验一下健康信息表 你们 换了几拨人了 三番四次地进来 不是让我填这个就是填那个 你们是不是打算要录用我 耐心一点 这是公司流程 没那么快的 他们是干吗的 不好意思 我们这小货公司 没想到有你这样的技术专家 来偷简历 何况你名气这么大 圈子里谁不知道呢 他们就是好奇 想看看你真人到底长什么样 那你太大了吧 那你太大了吧 能 能 能接上了 但是这个 机构和他那个差别 其实你们这项牌 还是不太对啊 对啊 努力吧 阿姨 您找谁 我找朱进草 朱总已经离职了 您哪位啊 我是他妈 她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还说到这儿来上班呢 怎么就 就离职了呢 阿姨 朱总她上周二就离职了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 没来过公司了 阿姨 您没事吧 没事 好 谢谢 几十个主播 我都看完了 我觉得贵公司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策略不明朗 导致资源分散 你们什么都想占一把 但是却没有核心的盈利点 没有核心人物 如果让我来做这个运营 首先我会砍掉这里 一半的主播 思路很清晰吗 你看 要是让你来做这个 核心人物怎么样 什么意思 把你的故事讲出来 我们保守都预测过 如果你来做直播 在我们的帮助下 半年之内 待货过亿 应该没有问题 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 我急发糟 朱 她不干有人干 联系那个女的 好了 韩总 我马上联系 这边请 这是青年画家 赵丽菲的两幅作品 她在现代风格中 融合了中国传统的 水墨丹青技法 在写实中 强调了写意和留白 在文化的多元碰撞中 她展现出了 先锋与前卫的主题 你 我们是自开玩笑的 我并非 我们在此 我们就在此 为什么 我们是个 体质 我们是一个 我们都在里面 居然的 肥子 你这快拍出我无理了 你干吗 干什么呀 你去投诉啊 我们墙上这么大的请勿拍照 没有照片 你看不到啊 英文看不懂 中文也不认识吗 我们这里所有的话 都是有版权保护的 好了不起啊 我不拍 你们公众号上 不是一样展示高清图变吗 公众号是公众号 现场就是不能拍 你再狡辩 我叫保安了 手机给我 手机给我 先生 请你离开 你们这画廊啊 我永远不会来了 姐 不好意思啊 我们稍后再为您继续讲解 来 这边请 不好意思啊 不用谢 老板说了 你杂事太多 现在画廊总归归我管 我可不允许画廊整天 也各种乱七八糟的 跟某人的私生活一样 谢谢 感谢叔叔 好运往的车 您慢走啊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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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开会 慢点 慢点 顾总 顾总 注意抬肩 慢点 顾总 还顾什么总啊 退了多少年了 什么总都顾不上了 您这话说就不对了 我跟您说 顾总 甭管退不对 您都是我的老领导 大恩人 我保证以后 只要到上海 咱们长聚 好好好 这儿 叫车到 到这儿 来 来 来 顾总 您慢点 上车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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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慢点 师傅 递着胸主吧 路上一定开慢点 顾总 您慢点 先开车 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的 没几天 正好这段时间 再找工作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想着能赚点试点 你是个要强的孩子 但是再要强 开网约车 也不是回事吧 我明白 你不明白 一个男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人妇 为人妇 是要承担责任的 把话说白了吧 一个馒头掰成两瓣 一半给茉莉 一半给柯克 你自己饿着不吃 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 那也不能光给这 您俩吃馒头吧 您的意思我明白 我就是想感受一下 自己现在还有什么价值 你是能屈能伸啊 您放心 我保证不会让茉莉 和柯克受苦 你这句话我记得心里了 茉莉姐 你家里有人找你 可可奶奶 茉莉 您先坐啊 我给你倒杯水去 不用不用不用 你坐你坐 我想问你点事 那个 金草让他们公司开除了 你知道不 我不知道 我今天早晨吧 就看着他就 就有点不太对劲 所以他走了以后 我就去公司问了 我也才知道的 他没跟你联系啊 我们最近没联系 那怎么办 他 不会出什么事吧他 不会的 他自己的问题 自己会处理好 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能不担心吗 我是他妈 我从今天早上 一直给他打电话 他也一直都没接 你说 他不接您电话 就是不想被您找到 您越找他他越烦 那咱 咱就不管他了 怎么管 是吧 我是说 你看过去吧 那个金草为了你 那个保业的名额 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时候 你 你们多好啊 是吧 那是过去 他现在为什么丢工作呀 还不是为了高下金 算了算了 这些事也不说了 丢工作也不是什么大事 工作丢了还可以再找吗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谁也帮不上了 那是 莫莉啊 我觉得我们全家 都挺对不住你的 自打你嫁到我们家 没想过什么福 吃了那么多苦 还受了那么多气 我我我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 不过在我看来啊 你跟金草真的 特别地相亲相爱 是最幸福的一对 你 你要珍惜啊 别真应了那句话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那多让人寒心啊 是不是莫莲 我知道了 待会儿我还约了客户 要不您先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室的 Usually atualي że No 好了 lists Bon 这个 我是房东 你不是说要退宗吗 你过来把东西搬走 房屋家居损耗 我就不给你算了 你提前退租 让我损失很大 五千押金 我扣你三千 退你两千 一笔归一笔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行 你转账吧 那你今天搬走好了 我还要找人打扫卫生 还要重新更换家具 还要重新找住客 很麻烦的嘞 一退租的日子还有两天 你又不把这两天的房钱给我 要不两天以后 你再来收房好了 什么人哪 没见过这么小气巴拉的 两天房租都要用完 好 不敬你 不敬你 但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妈找不到你 很着急 你妈找不到你 很着急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请给她回个电话 别拍了 别拍了 快拍一会儿 没事了 干什么 干什么人啊 不是 张珊亚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我跟你好好说 你听吗 你没听啊 没说什么 老吴 我跟你说 咱们俩必须得把 金草和茉莉的问题给解决了 怎么解决啊 凭什么解决啊 凭你儿子出轨吗 我儿子没出轨 证据呢 你把证据拿出来 他跟那个姓高的女的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能说清楚吗 说不清楚就是出轨 起码是精神出轨 不是 你这个人 我怎么跟你说不清楚呢 我 孩子们之间有点小误会 咱老人就别火上浇油了呗 退一万步说 你不心疼我儿子 行 但你得心疼你女儿吧 我女儿怎么了 我今天刚才去了趟画廊 反正啊 我觉得茉莉不太好 心事重重 而且一点经济事都没有 我看着那我都心疼 你这个当妈的 你不想心里去啊 你怎么又去画廊了 我记得你上次去画廊 就没干什么好事 不是 我浸草工作丢了 人又联系不上 我不去找茉莉 我找谁啊 浸草工作丢了 那我女儿怎么说 她倒没说什么 但我真看得出来她心里可难受 你真想找着你儿子 那当然了 能行吗 我都跟你说了 要不你自己想别的办法 张山耀 吴玉兰 在 不是 别的同学都在那儿拍作业呢 你们在那儿聊天干什么呀 我跟你们说实践课也是课呀 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交过钱的 要懂得珍惜呀 不是那个董老师 我家里有点疾瘦 我给你请个假 我先走了 老师 我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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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ğ 欸 诗师傅 无论如何 你盯住前面那辆车啊 跟住了 放心吧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回应 你手里明明有录音 你可以放出来灭掉高夏金 公司都已经开除你了 你为什么不解释不反驳 说话呀 朱金草 公司都已经让我自动离职了 我再闹还有什么用 他们不问对错 只在乎所谓的影响 没人关心真相到底是什么 至于高夏金 该说的我都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你就在这儿当鸵鸟是吗 逃避 你觉得世界都跟你没关系 你不接你妈电话 你妈都急疯了 她已经知道你离职了 她有多担心 你想过吗 我本来不想管你这些破事 但我不知道你是死是活 我什么事都干不了 什么事都想不了 谢谢你还关心我 我不是关心你 你现在为人父 为人子 你没有资格为民不振 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你喝酒了 我喝了 我话已经说完了 看见你还活着 我走 老李 麻烦你以后不要玩失踪 也别让你妈有事 没事跑画廊来找我 我拜托你了 妈 你怎么也来了 你甭管我怎么来了 你赶紧追他去 你们俩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 你还傻在这儿干什么 茉莉心里头有你 这么好的媳妇 你 是我的不用吹 不是我的追眼灭虎 孩子 不管有什么事 你别一个人扛着呀 妈妈是跟你说过了吗 有妈呢 咱没有过不去的坎啊 儿子 跟妈回家吧 这是酒 不是水 我想剁了朱进草 那我给你拿刀去 我明明就知道朱进草 没有男女之情 我也知道他是清白的 可我就是受不了 他为什么对高下青 手下留情呢 他手里有证据啊 他为什么就是不用呢 朱进草人真好啊 善良的男人 对女人都下不了手 不想以恶之恶 你是谁闺蜜啊 你怎么帮他说话呢 我是帮你客观分析 朱进草她是个厚道人 但有的时候过于厚道 过于能忍 他以为什么事儿 忍忍就能够解决问题 是 结果被问题解决了呀 中年失魂 中年失业 名誉扫地 现在一无所有 我跟你说啊 这事也怪你啊 你手上有录音 你要想公布的话 完全不用问他 公布就好了 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 不是他说他自己能解决的 你让我怎么办啊 我只能尊重他呀 亲爱的 你得给朱进草时间呀 我怎么没给他时间啊 我都快急疯了 你看看他 衣服瘦了委屈的样子 你再给我拿一瓶 别喝了 赶快回家吧 可可还在家等你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爸妈肯定也很担心你 连你都哄我走 我真没地方去了 你怎么又上厕所呀 你要是不想理我 你直说 我去 喂 老吴 茉莉回来了没有啊 没有啊 怎么了 我今天啊 听见茉莉跟金草说 说有个什么录音 只要那个录音一播出来 就能灭掉高下京 你知道这回事吗 我说得没错吧 我女儿心软 你跟着她就能找着你儿子 不是 詹莉莉 你怎么偷听我女儿说话呀 你别打岔行不行 我就是问你 知不知道录音这回事 我怎么会知道啊 问你儿子去 都不急嘛 就急我一个人 行 月来啊 你去那个女儿那房间啊 那大衣柜底啊 那鞋盒里 你去翻一翻 哥哥 咱们差不多了吧 该睡觉了明天还得上幼儿门呢 是不是 走 吴总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老乡亲你帮我个忙 您尽管吩咐 是这样子的 我女儿 我女儿在幼儿园出了点状况 我想搞清楚事实 所以就想向他们幼儿园调监控 但是他们说 必须要派出所开证明 等我从派出所把证明开回来了 又发现硬盘数据太大 查找起来太麻烦 所以就想到了你这个电脑高手 看他们能帮帮我 只要手续完 未合法合规 我能搞定 手续我办完了 你帮我查查这个时间短 放心吧 下个季度的KPI啊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大胆一点 不要怕 从你们交上来的这个PPT啊 就能看出你们胆量的存在 你们这个PPT啊 不是做给我一个人看的 你 刘刘 你怎么了 我现在不舒服 不舒服 克服一下 我现在讲的东西很重要 克服不了 王总 我实在坐不住了 能不能请假回去休息一天 行行行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 这女人就是事多啊 就是 咱继续 什么叫女人就是事多 跟女人不女人有什么关系 我通宵加班的时候 咱们没替你表演我女人就是厉害 我没有说不让你回去休息 咱们公司不其实是女性 现在请你回去休息 好吗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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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PPT啊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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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太帅了 你怼她又对了 我支持你走 你上哪儿我上哪儿 我回家休息 你要跟着 你回去 你 你真不舒服啊 不然你以为我干吗 我以为你刚才使出一记声东击西 顺势就把老板吵了呢 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 你盼我失业啊 我哪儿都盼你失业呢 我盼你创业 你那么厉害 你就应该当干 你当老板 我给你打工 开门啊 有胆子害人 没胆子开门啊 开门 开门 阿姨 阿姨 您别敲了 您找谁啊 我找高夏京 搬了 昨儿就搬走了 搬走了 搬哪儿去了 找着新工作了 搬公司旁边住去了呗 像他那种人 还有公司要他 人家可是网红 这MCN公司抢着要的 前脚签约 后脚就给配公寓 配助理 这什么M 什么公司 MC 就是做短视频的 说了您也不明白 还言论您就别撬了 不是 等会儿小伙子 那我问问你 你刚才说他是网红 那我在网上肯定能找到他是吧 给小姐姐打扣 你是大公司霸权的受害者 打倒资本家 这一段发言怎么回事啊 这听 听说前脚很渣啊 那个朱某某 真的要女下属出卖肉体换支持啊 惨无人道 不是 这上哪儿说理解啊 你这 哎呀 小点是 接着看 男人不渣不可能 我们女人也可以渣呀 渣是男人的专利吗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放下去啊 你是渣女吗 是 我看到了大家的评论 不好意思 私人的事情 让大家担心了 我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关心 对于那些质疑 我也表示了一些 但是谩骂和人身攻击 我接受不了 你们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你们无劝指责我 不行 我不管他躲在哪儿 我都得把他给我找出来 我给你 坐下 不用找 不是 那就由着他这么胡说八道啊 以牙还牙 许他说不许咱们说呀 那咱怎么说呀 你观察得很仔细 录音笔 我找到了 那个 治高夏金的法宝就在这里 好好听 听明白了 我给你培训 培训什么呀 培训上网吵架呀 这个高夏金 咱们必须得撕他 严老师 要梦就撕他 来 您站这里可以 严老师 您站这里可以 来 您站这里可以 这次回顾展规模比较小 其实这些画我都看不上 要不然我早拿出来了 是我的经纪人说有价值 可以让人看到我失败的探索 那就听他的 我说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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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严老师不说 我就更不敢说了 画家都是用作品跟世界沟通 那就请大家好好欣赏 严老师的作品吧 现场有没有记者要提问 顾小姐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您说 你前夫深陷桃色纠纷 有趣的是 网上收到最多抨击的 不再是小三 而是男性当事人 这件事有没有影响到 你对当下互联网生态中 性别秩序的看法呢 不好意思 您的这个问题 和本次展览无关 谢谢 性别秩序是很严肃的主题 希望您能回应一下 我倒想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严老师 严老师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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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处理 我同意你说的性别秩序 是严重的规划 但我与当事人朱先生 早就离婚了 他现在的生活 我不方便发表一件事 哥 下一个问题 怎么样了 搞定了 给 哥 帮我一起 好 来 就是信息量有点大 我想帮你整理过了 我们只要你想要的时间 跟日记就下 点了面了 你赶紧吃吧 来 谢谢哥 哥 你吃的是什么呀 跟吃零月饼 哥哥 想吃吗 我妈妈说 不让我吃别人的东西 有什么嘎 好吃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再来一个 圣母 绿茶 白莲花 黑莲花 不是 你慢一点说 我还没记下 圣母绿一绿什么 绿茶 白莲花 黑莲花 你说的这些 我一个都不懂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 这多简单啊 就照着字面理解就行了呀 这 不是 你看 高夏金 继装圣母 其实是绿茶 表面装白莲花 实际是黑莲花 多简单呀 我还是没明白 你再解释一遍 绿茶是什么意思 先备词 圣母 绿茶 白莲花 黑莲花 二位同学 你们在这儿聊什么呢 东老师 我们 我们是想拍一套莲花系列 对 这个装意好 有季节性啊 但是 没有黑莲花吧 黑莲花 它就是一种异象 一种在特殊光影下的效果 就是 也就是在淤泥中怒放 对 老师 这是她 她的创意 好 对 对 好 那你们去拍 到时候拍完以后 我让咱们球团同学 一起交流学习一下 好 谢谢老师 拜拜 老师 拜拜 老师 保持 继续保持你这种 胡说八道的状态 不 在淤泥中怒放 好 哎 玩这样 玩这样 你呢 好 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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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